再来看到的是呢 之前刚您报告过了 是称称说自己可以帮宠物心灵相通的宠物通灵师呢 他现在被媒体踢爆说呢 其实他根本就是谎话连篇 而最近状况如何 有没有最新说法 马上来看看这段说法 能服务的人做这样的打击 我是比较难过的 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的正义需要出来 有很多的爱心需要让大家知道 可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方式 他甚至可能会对宠物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主人对宠物他到底要怎么办 请问各位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老师 你要怎么知道你的宠物该怎么办